人生加油站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这个单元是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上才童子五十三餐 这是在华元经里面的 陆法借品的内容 上才童子 他本来是福国的一位小男童 因为受到文殊菩萨的教导 要去参访诸大善之士 就是因为他已经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文殊菩萨指示他要去多参学大菩萨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就是 成绩上一次 上才童子已经参到第十七位的吴燕竹王 那他的因就是欧那罗王 那这一位王可以说是在 善才童子所参访的大善之士里面 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这一位王 他在他的王殿里面 他就化现了 就是对世间行恶的众生 行刑罚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五花大榜 或有斩首 那么有这些的处罚 就犹如各种的这种地狱的这些刑罚的这种景象 所以本来善才童子他看到这样的时候 他就以为这位王是一位恶人 因为他这样子伤害众生 结果他起这样的念头的时候 就诸天就告诉善才童子 就是因为他来到这一位吴燕竹王这里 是承受蒲眼长者的这种教导 他要再去参学善之士 所以这一位吴燕竹王 他应该是一位善之士 也就是一位大菩萨 所以要他不要舍弃善之士的这种教导 而且菩萨要度化众生所用的各种的善巧的方便智慧 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菩萨要摄受众生的智慧也是不可思议 那么菩萨要护念众生 他的智慧也是不可思议 那要成熟众生的这种智慧 还有守护众生 度托众生 调伏众生 这些的菩萨智慧都是不可思议的 也就是我们还不到那个境界 我们就没办法了解真相 所以善才同志 他才放下他自己的这种念头 去请问这位欧纳罗王 这位欧纳罗王 他知道他的这种心念 所以就带着他 就直接去看他的宫殿 结果就是欧纳罗王的宫殿 就跟他在这个王 他所处理这种公事的 这些王的殿里面 所看到的这种刑罚众生的 这些景象就不一样 他的宫殿是非常的庄严 所以欧纳罗王就是告诉 善才同志 就是说实际上 他是非常慈悲的 他对于众生是非常的爱护的 乃至一只蚊子 一只蚂蚁 他都不敢侵犯的 那么不会伤害这些动物的 那何况是人 所以他对于这一些 这种王殿里面所呈现的这些的现象 实际上都是他所划线的 连这些恶人也是他划线的 而遭受这一些的处罚 那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他的这个国家里面的众生 都是行恶众生比较多 所以他要用这种 是比较严厉的 有下主的这种 要阻止这些众生 在行恶的这种作用 所以变现这一些的这种 方便法门 让他们生理起这种恐惧心 然后厌离他们所做的这种恶业 然后断除他们的这些 一切的恶行 再者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发 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就是改恶为善 然后再发菩提心 也要行菩萨道 所以这一切都是 这一位无厌族王 他所变现的 所以他告诉善才同志 就是说他所证到的 这个菩萨的法门 就是如患解脱法门 所以这是无厌族王 他自己本身 就是说是教化众生的 方便善巧 那在善才同志所参的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总共 十七位的善知识里面 这一位无厌族王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比较是属于有惩罚性质的 有下主 这个众生行恶的作用 那我们从这个里面呢 就是了解这位无厌族王 他称呼他的这个法门叫做如患解脱 就是等于是说 他自己本身呢 实际上是对众生是很爱护的 那么他看到就是行恶的众生呢 他没有办法 就是说用这个比较柔软的方法 他们就不会接受 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比较严厉的方式 那在他自己呢 等于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变化的能力 所以他可以变现这一些的恶人 然后受处罚 那所以他把这个世间呢 实际上也都是看作是如幻如画这样子了 所以金刚经有说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那这样子的一种境界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世间 在这个世间的种种的境界里面 我们会起恶而有这种恶行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贪着了 这个外在的这一些的这种境界 我们都以为他是石油 所以我们的心都是向外 所以在外这样子计较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呢 就起贪嗔痴 烦恼 那乃至有的心性没办法自己掌握的 那乃至呢要去害人啊 那么这一些的这种恶行 所以以为这个世间都是石油的 那就跟这个世间的这种幻化呢 他的这种实相呢 就是没有看得清楚 因为我们在世间法的这些种种的境界呢 实际上就是因缘和合的嘛 所以说如幻呢本身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到诸法 就是因缘和合 那因缘和合呢本身他就是不是石油的 那因缘一过呢他就变幻了 所以说诸法呢实际上也都是幻化的 所以用梦 用幻 用泡 泡沫 用影子来形容 实际上我们世间的这些种种的像啊 实际上也都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跟外境的色身相味触法 所产生的眼耳鼻舌身跟外境的六个根的四 就是有这种认识作用 那有认识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在心里呢 起了这些种种的像 那实际上这些像呢 我们就是看了那实际上就过了 那我们就是没有把这个像啊 就过了就过了 这个就叫做幻 因为过了他就是没有真正永久存在啊 可是我们的心呢 就会把我们以前所看过的 所听过的这些的像呢 我们又重复一直想一直想一直去啊 给他啊再加以我们自己的这种 喜欢不喜欢种种的这种分别啊想法 或者是加以我们的情绪啊这一些 所以呢就等于是把那个已经过了这个像了 我们又在我们的心里啊 就给他制作更多的这种分别像 所以就不知道这个患的这样子的 一种真实的状况啊 那这一位大光王呢 他就是用这种的方式呢 是要教导众生 基本上就是起一种害怕的心 不敢作恶 那不敢作恶的时候就是心里啊 不敢再去起那种 贪神痴的这种念头 那至少呢心里呢 就把自己一直在想的这一些的念头呢 把它止住了 那这样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的心一止的时候呢 那我们才会想到说 原来我们以前一直想的这些像啊 不是永久的 也不是真实的 我们的心是可以把它停住的 那我们的心一停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啊 真的是我们所想的这些就是如幻 所以这个是大 这位无厌族王 那么他呢就是 教导善才同志 他自己本身所行的这样的一种 教化众生的方式 那他的这个方式 虽然是看了有些害怕 可是呢 他的出发点 跟他的最终的目标呢 也还是为了爱护众生 让众生呢能够真正的断除 这个恶念 所以他还是爱护众生的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这位无厌族王 他在向善才同志做的结论说 他的如幻解脱法门 那他说了他自己所修的这个菩萨 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行的菩萨行的这个法门之后呢 他又说 那么他就是修这样子的法 所以他一直都是用他这样的方法 在度化众生 那除了他自己所行的这个 如幻解脱法门以外呢 那如果像其他的大菩萨 那他们得到无声忍 而能够知道诸有趣 息皆如患 那入真实相无碍法门 以无碍自行于境界 普入一切平等三昧 于陀罗尼以得自在 而我云能得之 而能说彼功德行 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这位无厌诸王呢 他自己呢就是非常的老实的 就说到说那还有很多的大菩萨 那实际上呢他们也都在行菩萨道 那他们度化的这种众生的法门呢 那就不是他可以知道 所以他立举 就是说有大菩萨呢 他们所得到的这种无声忍 那么这样的境界呢 那么他就可以知道 一切的有趣 诸有趣呢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六道众生 天人地狱恶鬼畜生 或加上阿修罗 所以这一些的这种六道众生呢 那实际上他们都是患 为什么呢 因为这六道的众生 为什么会是天啊或是人啊 那阿修罗啦 这三去呢是善去 就是善道 那地狱恶鬼畜生呢是恶道 那在这里说他们都是患 因为实际上我们会属于哪一去哪一道啊 像我们现在是人道 那我们看到的有的是狗啊猫啊是畜生道 那他们的境界实际上也是患的 因为所有的去是因为我们的心的这种状况 而让我们在生生世世的时候呢 随着我们所做的这些株业啊 种种的这种造作的这种种种的业 那么因为是善或是恶呢 那么就会让我们到善或恶的道 如果是善多的那他可以到善道 那如果是行恶多的那就到地狱恶鬼畜生了 那如果说在地狱恶鬼畜生或者是我们是人 那我们呢就知道我们自己呢 有这一些恶的成分 那我们开始起修啊 那有善的增长的时候 那我们又可以呢就是再往上 那我们人呢可以身为天道 或者是我们好好的发菩提心 那起清净念 那我们就可以呢就是学习成菩萨 那终究呢我们就是学佛的目的呢 也是希望我们说从行诸菩萨行以后成佛 是这样所以这些的这种诸趣啊 他是换的就是说他不是绝对的 那不是不变的是这样 所以他是换的那这些大菩萨呢 他们因为已经正到无生忍了 所以他看到诸法的真相无生忍 就是看到诸法无生 那么心呢能够安住 那么这样的境界里面呢 他就真的能够看到一切心的这种状况 那自己的心众生的心实际上是一样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看到一切的这种诸趣呢 他是如幻 然后呢能够入真实相无碍法门 那以无碍智行于境界 那这一些呢就是等于是 了解的这种诸法的真相 那诸法的真相呢 如果是了解的话呢 那么在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自在 没有任何的障碍啊 所以叫无碍 那也能够开展他的智慧呢 在各种的境界里面呢 能够就是很自在心 就是不会有这种违背自己的心性啊 或者是有觉得有这种心的障碍啊 那主要的呢 他还是能够普入一切平等三昧 那普入一切平等三昧呢 就是看到一切众生 其实基本都是平等的 所有的一切众生 他的本性都是平等的 然后呢 于陀罗尼以得自在 这个陀罗尼呢就是种词啦 那种词的意思呢 应该我们了解的话 当然是说他是咒语啦 这个是叫做陀罗尼啦 可是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内涵 要用这个陀罗尼来形容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陀罗尼的境界 所以我们就借陀罗尼 来发起陀罗尼的力量 那以大菩萨如果他正到陀罗尼的境界的时候呢 那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就掌握 我们在持咒 或者是我们要跟某一位菩萨的这种愿力 相契合的时候 那么我们透过陀罗尼这样子的力量 可是大菩萨本身他已经正到这个陀罗尼了嘛 所以他有那个能力用陀罗尼 让我们众生持咒 然后跟他契合 那就等于是说 大菩萨他本身就是陀罗尼的代表啦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种植的力量 那这位无厌族王呢 他就是说 那如果是像这样子的大菩萨的这一些的 这种度化众生的方式啊 那他就也没办法知道 或是能够说他们的功德行 那就是说他们是实际怎么行的 那就不知道 我现在这位无厌族王呢 他自己说 他现在也讲了这个名称 可是实际里面是怎么修行的 就是等于实质的这种内容 那就没办法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是真正的修行的一个实际的境界 并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描述的道的 要是真正修道的话 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善才童子 他所掺的善知识 他就说那你要看我修行的境界吗 他就拉着他的手 然后就让他看到他所修的境界 所以那个就不是说 只有嘴巴讲一讲而已 从他所修正到的这个果报 所住的这个衣报的地方 他的所住的地方都很光明啊 很这种庄严啊 那这些就是实质的衣报呈现出来的 然后他自己本身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度化众生呢 这个就是他的功德性 所以这个部分呢是这位吴彦竹王 他就是告诉善才童子呢 他能够教他的就是他所实践的这个如患解脱法门 那所以呢就是也要善才童子呢 还是再继续再往这个下面的大善知识啊 就是大菩萨去参学 所以他就告诉他说 好那你呢就是再往南方吧 所以这个善才童子所参的呢 都是一直往南方 从他所住的这个福国啊 那么第一个先依照文殊势利菩萨所教导的他往南方 然后一直一直一位一位都介绍到南方 所以呢下面一位呢 就是要他到妙光城的大光王 他说那你到那边呢去请教这位大光王吧 所以善才童子呢 他也承受了这位吴燕竹王的教导呢 他就顶礼吴燕竹王 然后呢到这个吴燕竹王呢 就是吴树渣 那么依依不舍的他又告辞了 那么就离开吴燕竹王 所以呢我们接着啊 就是从善才童子参第17位的吴燕竹王 这里之后呢 我们就再继续来介绍第18位大善之士大光王 所以善才童子呢 他就听从吴燕竹王的教导 那么他就往南 那么在经文里面 那么也介绍了善才童子呢 他在离开吴燕竹王之后呢 他就在往南去参访 廟光城的大光王的路上呢 他就也是一心的这种意念 这位吴燕竹王 所教导他的这个如患解脱法门 那所以在经文里面特别介绍说 他一心正念 彼王所得 患至法门 思维彼王如患解脱 观察彼王如患法性 发如患愿 敬如患法 溥于一切如患三世 起于种种如患变化 如是思维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呢 就在继续的把吴燕竹王所修的 这个如患解脱法门呢 就再把它发挥出来 就是他的如患解脱法门呢 又称作患至法门 患至就是他的智慧也是患了 那他是他的智慧可以变化种种的 这个化现种种的这种境界 所以他有起这种幻化变化的这种作用的智慧 所以患至法门 那思维彼王如患解脱 那就是他用这种方式呢 来让众生呢 起这种恐怖心 那不敢行恶 所以这个是吴燕竹王呢 用这种方式来教导众生呢 他是如患解脱 他所用的方式是幻化出来的 让众生呢 也能够了解 实际上呢 世间也是幻化的 所以如此来解脱 那观察彼王如患法性 那这位吴燕竹王 那么都是用如患的解脱法门 那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啊 实际上他的这个法 本身也是如患的 那就是说 那这位如患解脱法门的这种 吴燕竹王 那可能呢 他自己本身呢 是非常慈悲的嘛 那他是因为要度化众生 所以行这样子的方法 所以这个方法不是 不是这一位 吴燕竹王的根本的本性 所以他的这个 行的这种 行法的这些种种的这种 处罚的这些方法呢 也是如患的 所以如患的 如患的这个法性 等于是 如患的这种教导的方法的本身呢 他也是一个 不是永远都是 代表吴燕竹王的这种本性的 这是善巧方便的 那发如患愿 那他的这个愿呢 就是说 他是要对付这一些的 邪恶众生而做的嘛 所以他的这个愿也是如患 那因为众生 他本身能够度化了以后呢 那么 吴燕竹王的这个 他的愿马呢 那这个愿也就 不是永远都是度化这个 这些这种邪恶的众生 永远都不变了 所以也是如患 那静如患法 那他的这个愿就是也是清净的 就是他的这个法呢 实际上是度化众生而用的 所以他的这个使用的方法不是邪恶的 而是清净的 所以呢 也能够于一切如患三世 是起于种种如患变化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三世啊 也是如患 而起种种如患变化 那就是说 他的这个如患的这种法门呢 实际上是一种 变化神通运用的一种 自在法门 因为整个世间都是幻化的 所以他所做的这些种种的变化呢 也是幻化 所以随着世间的相而变了 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世间相 那也没有他的这个法门 那因为有这些世间相 所以他才去使用这样的方法 所以呢 这个是善才童子呢 他离开了这位无厌竹王呢 他自己心里悟道的 悟道的一个如患解脱法门呢 那么这样子 要运用这样的法门呢 有这样的智慧 有这样子的方法 那么这个法的法性 还有要发这样的愿 那么这一些呢 实际上都是幻化 也就是对一切的境界而起的 方便的这种解脱方式 那这位 这个是善才童子呢 他对这位无厌竹王呢 他还是在那里的这样的思维 所以呢 他一路上呢 他一边往南方呢 那一边还在思维 那么在这个中间呢 他就经过了有人间的这种 城市啊聚落啦 那有一些的地方呢 是旷野啊 那也有经过这种山谷啊 或者是这种很危险的这种峭壁啊 那可是呢 那善才童子呢 他就一点都没有疲倦 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呢 都是以善才童子呢 作为精进参学的这种模范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多参学参学 那大部分就是以说要学善才童子的这种参方不屑的这种精进精神 所以呢 他也都没有疲倦也没有休息啊 那终于呢 他就到了这个庙光大城 因为他要参访大光王啊 所以呢 他到了庙光大城呢 他一进去呢 他就先问人家 因为这个是经文里面先这样子描述啦 那实际上是 善才童子一到了这里呢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他要找的这个庙光大城 那显然呢 他一路都是一直有在问人家 每到一个地方 看到有人呢 他就会问说 庙光大城在哪里啊 那终于呢 就问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人家就告诉他 就是他 每问呢 人家就告诉他说 这里就是庙光大城啊 所以就表示呢 他经过了这么多的地方 这样子一直寻访啊 结果终于到了庙光大城 那 人家也告诉他说 这个庙光大城呢 也就是大光王的住处 所以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要介绍的 第十八位的善之士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是 除了吴燕竹王啊 大光王啊 那么可以说是 善才童子所参的 两位王啊 那么他们就是 等于是呢 就是 管理 他们所住的这个区域的 这样子的一个主持人 所以呢 到了庙光城呢 所管理的就是大光王 那可能 就是像是一个城主 如果是城的话 那 善才童子呢 听了就 非常的高兴 那就 又可以参学 另外一位的大山之士 所以他就 进了这个庙光城 那么 进到这个 庙光城呢 非常的庄严 那因为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呢 到处呢 都是金银 琉璃 玻璃 车取 玛瑙 这个七宝 我们说的七宝所成 然后呢 这个 城呢 又有这种 城 城城的这种城墙 围绕 那也有这种水池围绕 就好像是护城河这样 那这个护城河里面呢 又是 八功德水 隐满其中 所以 这个地方呢 就等于是说 非常的这种 奇妙 而且呢 非常的庄严 那这个 八功德水的这个水底啊 也都是金沙布地 就有点像我们 在 这个读诵阿弥陀经 也是一样 八功德水 那么此底呢 金沙布地 那这个时候呢 赞财同志呢 他就 进去的这个庙光城 他看到种种的这一些的这种庄严 那么很多的珠宝啊 七宝所成的这一些 这个城墙啊 还有里面 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 摩尼珠宝啊 所庄严的这种城墙呢 就非常的美丽 那么他经过这些的地方呢 实际上啊 就是 城墙以外啊 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楼阁啊 那也都是有金银 琉璃珠宝啊 这一些来装饰的啦 那很多的这种楼阁啊 那很多的这种装饰品啊 那么 善财同志呢 他一进去里面呢 他可以说呢 就是 没有起任何的这种贪爱心啊 那就是说 他看到的里面的 种种的这一些的这种现象啊 他心里呢 看到了 可是呢 他所专注的对象呢 是要 他要 去巡访大光王 所以呢 就是 描写到 善财同志呢 他一进去妙光城啊 虽然 就是很高兴 然后看到 到处都非常的 光明 那么 种种的珠宝的这种装饰啊 那他 就是 就是 好像 看到了 可是心无旁骛 不会到处去 看看 那边的这种 珠宝是什么样啊 那 没有分心啊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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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就是专心 一意的 要去见这位妙光王 所以呢 他 看到了这个妙光王所住的地方啊 就是在这个 这个妙光城里面 大光王 他住在这个妙光城里面所住的这个楼阁 就是 里面 有一座楼阁叫做正法杖 正法杖的这个楼阁啊 那么 以无数的这个珠宝来庄严 那非常的光明 那众生看到这个楼阁呢 也就 心里呢 就非常的高兴 那大光王呢 就住在这个楼阁里面 那 那 这个楼阁呢 是大光王所住的 那在这个楼阁的附近呢 就等于是 有很多的这些街道 那么 这些街道呢 就是 很多的这种 这个 人民都这样子 非常的 这个 热闹的在那里来来往往啊 那 这位大光王呢 他所住的这个楼阁里面呢 就是离这些的这种街道不远 可是这位大光王呢 他所 住的这个 正法杖的这个楼阁呢 可以说 是主要是为这位大光王而 而显现的 那他坐的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 狮子座 那 这位大光王呢 他就 坐在这个狮子座上呢 就是 结家夫座 我们说结家夫座呢 就等于是 盘腿 那盘腿坐在这个狮子座上 那 这位王呢 他的长相是非常的庄严 那么有二十八种的大人像 我们通常称佛有三十二像好 那大光王好像简直四种 可是因为经文里面写二十八种大人之像 那我们不知道 这少了哪四种 那 还有八十随形好的这种庄严像 那 他的这个身体呢 非常的高大 所以形容说好像是一座这个金山一样 那 就好像是一个金子所打造的这个大山这样 所以 所以 他所 这个 坐在这个狮子座上 所放出来的光呢 就是好像黄金的这种颜色一样 所以 非常的光亮 所以 这个是 对于大光王的描述 就等于是 这位大光王呢 他长得非常的庄严 他的相貌 还有呢 他的这个 这种身材 那 也是像山一样 就等于是 大山王坐在这个狮子座上 然后他的前面呢 就是一座一座的 金山 银山 琉璃 魔泥 珍珠 珊瑚 琥珀 琥珀这样子 那就是 堆的这个地上都是宝 这是大光王 他所坐的这个 这个座位前面 那这个是我们 世间呢 可以说是 非常稀奇的 这一些 珠宝 那这是我们人喜欢的 那这些是属于装饰品 那除了这个装饰品以外呢 还有我们一般人呢 所实质需要的 就是衣服啦 饮食啦 那么这个部分呢 就无量无边了 就等于是说 哇 这个堆的满地都是啊 然后呢 也有这种宝车 还有祭月 还有各种的妙香 还有这个汤药 就等于是 这个我们世间啊 我们肉体需要的这一些 食衣柱形都有 那在这里呢 就等于是 我们一般所需要的 根本的这些日常用品 还有呢 就是能够装饰的这一些的珠宝 都是无量无数的 那这些的这种 等于是我们世间都最美好的这些物质呢 它是充满了这个 大光王所住的这个妙光城里面的 这个正法杖的这个楼阁里面 全部都堆满了 那在这个里面呢 是这样子的庄严 那除了在 这个大光王所住的这个楼阁里面 是这样子以外啊 那我们刚刚说 在这个楼阁的外面 还有很多的街道 那这些街道呢 实际上 也都是堆满了 这一些的这种 我们一般所需要的 知生之据 就是我们日常要用的 食物啦 饮料啦 还有衣服啦 乃是车子啦 那或者是娱乐的这种 祭乐啦 那这一些呢 就是每一个道路啊 这旁边呢 都有二十亿的菩萨 用这一些的知生之据啊 就是在布施给众生 所以就等于是说 他的这个楼阁里面是 这么多的这种物质 珍宝 那在外面呢 就直接呢 就布施给这一些众生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要满众生所需要的 就是让众生呢 没有匮乏 那这样子的目的呢 那就是要让众生呢 能够觉得呢 好像有人在射受他们 所以要射受众生 然后呢 要令众生欢喜 然后呢 也用这样的方法呢 要让众生能够心清静 心清静 我们说 一般啊 这个世间啊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啊 那有很多人就是 会去就是侵犯别人啊 或是要去抢东西啦 或者是要去做 这个兼犯科啦 那一般说起来呢 应该是说 基本上应该是 他没有的用 就是有的人 他是生活困苦 所以他需要这一些物质 那在大光王呢 他用这样的方式啊 这边说要能够用这样的方法 也能够令众生心静 能够清静的静啊 那就是 应该是说 让众生他 让他的生活都无虑了 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你都不需要去抢 也不需要去偷了嘛 那这样的时候呢 应该怎么样 就要让我们的心了 安定了 因为我们的心不安定 就是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不够嘛 那现在我们想要的都有了 那心就应该要安定下来 所以呢 就是让众生能够欢喜 踊跃 然后呢 能够清静 而由清静而得到清凉 那这样子呢 也消除众生的烦恼 那就是神说世间我们所匮乏的 不足的那都有了 然后呢 再教导众生这个义礼 就是说 因为 我们说这个 富而好礼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呢 应该是 也要照顾我们的一般的生活的需要 那富足了 那我们在讲礼节 礼义道德 是这样啊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 他能够知道说 啊 我们应该要懂得尊重别人 要懂得呢 有我们人的这种道德要来修为啊 那这样的时候呢 这个人的层次就提升了 所以 基本上呢 大光王的菩萨行啊 还是让众生先满足的这个世间的需要 然后呢 从这个里面呢 让他们心消除烦恼 然后呢 再开始学习义礼 然后再趋向一切道 那这个能够行菩萨道 能够修一切智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也让众生呢 就消除了这种怨敌之心啊 所以没有这种生口意的恶业 这样子的一种满众生行而消除的这种方法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慈悲善巧的方法 那也教导众生呢 能够去除邪见 能够了解诸清净夜道 就是要修清净行这样 所以这个是善才童子呢 他还没有向这个大光王请教这个菩萨行 是他的观察 那这个是目前呢 善才童子他看到的这个 大光王所住的这个妙光城里面的 这样的殊胜的这种景象 那所以呢 我们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等到下一个单元呢 我们再继续介绍善才童子 他见到这位大光王 那么请教他的这种教导 那我们先到这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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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 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且 耶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 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集下的防疫共生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取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三号 竹河山 院号 宜乘院 这座位在日本德岛县 名门市的真言宗寺院 创建于日本天平年间 为行姬菩萨奉圣 圣武天皇照领开山而建 至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 是四国遍路 八十八所灵场巡礼的起点 故又被称为八院之寺 平安年间 日本空海大师于三十一岁时 前往中国求法 跟随密宗教主惠果大师学习 学成返回日本后 于四十二岁来到了四国 大师决定从东北出发 即现在的德岛式起身 以右边的方向 顺时针开始了徒步参法修道的旅程 相传大师当时在灵山寺 进行了三十七天的修法 感觉此处就像释迦摩尼佛 在印度灵旧山上传法说道一般 故命名为灵山寺 也就是意味着 把印度的灵山移到了日本 而大师修法期间 所刻制的一尊释迦摩尼佛像 至今仍完好地 供奉在灵山寺的本堂内 近省堵山寺 红风拌水 景色悠悠 鸭声翩翩 红风拌水 鹍翃月 泛生缭绕 一花一草的清净法身 皆为巡礼者开眼的妙法 这是进入林山寺所映入眼帘的灾态 此处的元节观音 就矗立在进入山门后守水社的旁边 相传只要一星礼拜元节观音 无论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 都能得到平安顺遂的祝福 寺院中央的放生池 经理悠游其中 水子地藏也正无时无刻体 庇佑着早逝的森林 以及即将启程的旅人 林山寺中 以多宝塔与明治之亭最为引人入胜 多宝塔会在大师堂北侧 高耸离天显眼一变 为西元1428年应有年间所建造 塔内供奉着五志如来 当年空海大师巡礼途中 为当地百姓祈求安宁 净除恼苦带走恶难 开辟迷除灾恶的修行道场 这些连接寺院的路径 至今仍让世界各地来的朝圣者 所津津乐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作为骗路初始的林山寺 朝圣者在进行骗路修行之前 过程所需的装备等等 也可再次做好万全的准备 印有南魔大师骗照金刚的白衣 斗笼上的同行二人 肩上的轮夹鲨 以及手持代表金刚杖的拐杖 每个物件都有着修行的具体意义 空海大师虽然已经元吉千年 但他的法身灵仍然骗照十方法界 所以寻拜八十八灵场 不仅仅是行者一人参拜 而是由空海大师半行其中 信徒相信 只要跟随空海大师的脚步 寻拜八十八灵场 可以有身心清静 吉祥如意 疾病痊愈三大益处 他们更相信 完成骗路的寻拜 能消除俗世的烦恼 甚至达成长年的夙月 身为骗路巡礼道场的第一站 竹河山零三四 充满了坚定 毅力 不退初心的祝福 在玉勇哥的唱首下 为巡礼者开启漫长的骗路之旅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有时候我们下期见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